在渊夏宫这片新地狱中 还栖息着一个古老的物种 深海龙溪 它们常年以群居的方式 生活在漆黑的深水中 适应并且喜爱黑暗 是极其危险的劣使者 这些龙溪极具威胁 当它们的特殊攻击命中目标时 还会吸收目标的能量 并且造成额外的伤害 目标的能量越低 则受到的伤害越高 受渊夏宫独特的环境影响 有一些特殊的龙溪个体 进化得十分凶险狡诈 它们会作为区域boss出现 擅长协同作战 还会相互配合 一起释放更为强大的攻击 同时它们还会利用 周围的环境进行战斗 当然大家也可以利用这一点 进行反制哦 这次在渊夏宫 旅行者们还会碰到深渊使徒 和深渊勇者 其中还有几具威胁的 新勇者出场 它善于操纵火元素 如果被它的深渊地火击中 就会受到无视护盾的 延迟爆发伤害 旅行者们可要小心了哟 一旦火深渊勇者 进入二阶段 就会召唤火焰核心 借助核心 释放更为强大的技能 当然了 对于身经百战的旅行者而言 只要在战斗中 导到合适的对策 就能迅速地击败它 好了 新天地就在眼前 希望所有的旅行者 都可以在这次兴起的冒险中 收获更多探索的乐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